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春老师 外资连买三天 特别是今天买了82亿 筹码彻底的在换手 跟王老师的股票一样 党党非常的强势 明日准备冲关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档股票 华府 老朋友 三月初一个多月前 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三月二十三 再次跟大家提醒 创高之后拉尾 关键价位要做什么 他的故事还没结束 我们看今天到四月十一了 如果你在那天 有看老师节目的 或者在后面有看到的 没关系 你有六个交易日可以买买买 那时候股价在七十上下 到今天多少 八十四点七了 你赚了多少 两根涨停板 不多 对不对 而且他股价创19年新高了 股价创高风险伴随而来 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赶快加王老师的line 私讯王老师 我们看下一档 十全 三二九 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什么 十全的大户筹码 老师说 有大户债的股票才会涨 而且投资的买盘 压宝的买盘已经进场了 节前就进场了 对不对 我们看他今天 看三二九 收黑K 会不会怕 不用怕 今天说多少 76.4 在创波段高点 但是老师要提醒大家 这一档股票 准备挑战历史新高了 而且这一档股票 有很多当冲客 隔日冲 凯基券商进出了 很多 他已经上下起手了 大家操作的话 要特别小心 双红 老师在三月三十一 二十一 初次跟大家分享 那三月三十的时候 又说什么 在三月二十一的时候 一百七十八块 三月三十二百二十二块 老师只给大家四个字 持续上工 而且是在 节前就跟大家讲 因为老师在提醒大家 节前最后二十四小时的布局 你不进场 你怎么可能会赢呢 我们来看 今天四月十一 你如果有进场 今天说 两百五十三 你是不是赢了 是不是跟我们会赢一样 赢了 对 他在创波段高点 那他故事 结束了吗 我们看下一档 台药又是老朋友 一个多月前 老师就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股价收多少 七十四点一 盘中最高 七十六点五 那一天跟大家分享了 一共有三档股票 华福 台药 华邦店 华福刚刚说过了 台药现在 待会讲华邦店 今天四月十一 台药 原物料药 CDMO概念股 这一档股票是赚钱的 他不是像很多新药股票 他是没有赚钱的 但是他是实在在赚钱 今天说多少 八十八点五 盘中来到八十八点五 在创波段高点 对 他还有故事 好 刚讲了 还有个华邦店 今天四月十一 他除了是低润股之外 大家看到新闻 三星准备减产 美光大涨 今天所有的低润股都在大涨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华邦店他不只是低润而已 他还有电动车的概念 那今天盘中27.5 一样是创波段高点 对 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好股 还是已经创高的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没关系 加入王老师的line 私讯王老师 好 那今天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 我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小С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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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